其中用巴特沃斯多向式设计出来的磁波器 我们称作巴特沃斯磁波器 也就是系统的浮屏响应的膜的平方 用巴特沃斯多向式给出 1加上Omc分之Om2n次方 注意 这个多向式我们可以看 当Om等0是我们把它带进去 Om0带进去 0这个就变成0了 1分之1就等1 它的浮屏响应在Om0的时候 也就是直流的时候 它的增益是1 而Omc的时候带进去 带进去的时候是1 1加1是1分之1 也就是说在Omc的时候 它的膜的平方是1分之1 你要注意 它在通代内和阻代内都是平坦的 而且是一个单调的函数 此外呢 随着接数的增加 也就是n的增加 这个地方给了n等于2 4和8 2和8 你看随着接数的增加 它更趋近于矩形 也就是说 当接数增加的时候呢 这个滤波器的过度带 会变产 这是巴特沃斯多项式的特点 我们根据这个巴特沃斯的多项式 它来设计一个滤波器 给一个例子 我们要求的浮屏响应呢 是HGωmc在Omc小于等于Rπ乘以400赫兹的时候 也就是小于它的时候 它的浮屏呢 是 带0.89125 带0.89125 小于1 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的截止频率呢 是Rπ乘以400赫兹 它的 阻代的74频率呢 是Rπ乘以600赫兹 在阻代里边呢 要小于等于0.17783 小于等于0.17783 那我怎么设计这样一个滤波器呢 要注意 刚才讲了这个巴特沃斯多项式呢 它是一个单调的函数 那么则控制这个点 小于等于1 这个点大于等于0.89125 这个点小于等于0.17783 就可以保证设计出来这个滤波器 它的浮屏响应 满足提出来这个要求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函数在Om0的时候 它本身就等于1 因此呢 我们只要控制这个点和这个点 就能满足滤波器的要求 也就是Om1等于2π乘以400赫兹的时候 让它等于0.89125 Om1等于2π乘以600的时候 让它等于0.17783 通过解这个方程 我们就可以设计出滤波器来 大家看下如何解 把它做个变化 就是1乘以它的2n次方 等于0.89125的平方分之一 同理由下边这个式子 就是这两个式子 把1弄到等号的右边来 左边两个相比 就变成了400比600 2n等于右边是一个常数 我们把它计算出来是0.008456 它两个就变成2分之2的2n次方 2分之2的2n次方就是9分之4n 解这样一个就能得到直数n n是等于5.885啊 因为n是它的接数 要选择整数 前面讲了 随着接数的增加呢 它的过渡带会变窄的 所以要取比它大的 接数就取6 所以n有了以后呢 分别带到上面 下边式子呢 就可以解除OmegaC来 解除一个OmegaC1 OmegaC2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在这地方我们选择OmegaC1 使得呢 它的通带和阻带的指标 超指标 当然呢 实际做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OmegaC1试一下 再选择OmegaC2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解除了OmegaC 而且解除了n 那我们解除来这个OmegaC和n以后呢 这OmegaC和n有了 就得到了这个 浮屏响应膜的平方 刚才讲了滤波器设计呢 我们要得到这个滤波器的 系统函数HS 根据拉普拉斯变化 和浮列变化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系统函数 满足这样一个形式 那这个系统的浮屏响应 就是它 证明一下呢 S等GOmega S等GOmega 带进去 这就变成OmegaC分子 Omega就它了 那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由它 推出它的过程呢 是让这个 Omega等于界分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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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到了它 也就是说 从原理上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系统的 系统函数满足这样的式子的话 它的浮屏响应就满足它 但是在绿波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是先有它 然后要找到这样一个系统函数 要找系统函数的时候呢 就让它里面的Omega 等于S出击 就等于找到了这个HS 得到这个HS乘以H的公二 负的公二 有了这个式子以后 我们怎么得到这个HS呢 那我们如果能找到这个的几点的话 就能得到这个HS的几点了 那这几点呢就是分母等于0的这个多像式的解 其中这个OmegaC和N是一致的 OmegaC等于2 N是等于6的 那我看解它的一个通式 把1摸在等式的右边去 就变成它了 对它呢开NN次方 负一开NN次方 再把解OmegaC 乘过来就是它 那注意这个负一呢 我们可以写成一解π 这个解呢 可以写成一的解二分之π 那注意它的解呢 就是 一的解二N分之二k减一π 其中这个k的曲折呢 是一到二N 也就是它的解呢 是二N分之基数π 那我们把它带回去 那也就是说 这个解的NN次方就等于一解π 那就后边这一部分 乘一个RN是基数π 基数π不就和一解π是相同的吗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这个的解 前面这个二分之一呢 就是它 那就说 有了OmegaC 有了N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几点 其中这个几点呢 就是OmegaC 乘一个E的解二分之一 加上一个 二N分之二k减一 和π 其中k的曲折是从一到二N 那注意这个式子 在拉普拉斯平面上 它是膜为OmegaC 膜为OmegaC 这个是OmegaC 把这个圆上面分成了二N分 把这个圆呢 叫做巴托沃斯圆 注意刚才说了 这是两个系统的几点 那我们选去左半平面的 就构成了一个英国稳定的线性四变系统 左半平面就是去凯从一到N的值 那得到S凯以后呢 就可以写成连程的形式 S-S凯分之A0 所以这个A0呢 就是为了保证刚才讲的Omega取0的时候呢 它的值是1 Omega取0的时候它是等于1的 那我看一下 Omega取0也就是S等于0 S等于0呢 Omega就一定等于0 那把S等于0带进去 S等于0 也就变成了负的S凯 连续相乘 分子A0要等于1 我们把这个S凯带进去 S凯 所有的S凯相乘 其中的这个叙速部分 除了就等于1了 只剩下OmegaC的N次方 OmegaC的N次方A0 那就说A0呢 要等于OmegaC的N次方 所以最后呢 由它得到的系统凯数是这样一种形式 选左半平面的N个点 其中这个就是Ki的取决 从1到N S减SKi 然后呢 它分子部分呢 还得写上一个OmegaC的N次方 是因为它要保证 OmegaC0的时候 它的复频呢 是等于1的 就是这个式子 解除OmegaC 解除N来 然后呢 再求出这个基点S凯 就这个式子 就得到系统凯数Hs Hs 刚才这个系统里面呢 去做半平面 就是这六个基点 由这六个基点 OmegaC刚才已经求出来了 六个基点 123456 上面呢 是OmegaC 2834.6 N次 123456 6次 这就得到了Hs 这就完成了系统设计 到S等于G OmegaC后呢 可以画出它的复频 和它的相片来 对比这个图 但就要递减了 但就要递减了 除了这个巴特沃斯 绿波器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有 其他的绿波器可用 比方说 起比雪佛绿波器 它的端性 是这样一种形式 其中 扯比雪佛一型呢 它在通代里面呢 是这样 纹波的 而在走代里面 是递减的 而扯比雪佛二型呢 是在通代里面 是单调的 而在走代里面 是纹波型的 椭圆绿波器 它是在通代和走代里面 都是纹波 它的纹波里面呢 对刚才这些绿波器呢 都有它的设计函数 有没有设计绿波器 使用了可以去调用 巴特沃斯的 扯比雪佛一型的 扯比雪佛二型的 和椭圆绿波器 这呢 就给了大家设计 模拟绿波器的方法 刚才给了大家设计 低通绿波器的办法 那对于这种高通啊 带通啊 和带走绿波器 怎么设计呢 我们可以将高通带通 带走绿波器呢 把它转换为 低通绿波器 用频率转换法 把它转换为低通绿波器 然后呢 根据刚才设计 低通绿波器的办法 设计出低通绿波器 然后呢 再用跟它对应的 一个转换函数 就可以得到 这个所要的 高通带通和带走绿波器的 赛斯 他们之间的转换关系 在书上有 同学们下去可以 仔细研究一下 这是高通和低通的 这是带通和低通的 这是带走和低通的 转换关系 高通和低通的 带通和低通的 带走和低通的 它转换呢 就是用一个 函数印象关系 比方 这个里面呢 就是S分之一 是一个导速的关系 一个高通绿波器 经过这样一个导速函数 把你所需要设计的 高通绿波器的通带和走带 转换为低通绿波器的通带和走带 然后呢 设计这个低通绿波器的 HS杠 得到HS杠以后呢 用这样一个转换关系 再把它得到HS 再得到HS 就是所要的高通绿波器 也就先由它 做一个频率转换 转换成一个低通绿波器 S一杠 用刚才的设计办法 设计出低通绿波器 HS一杠 然后呢 再用这个公式 把它转换为HS 这就是高通绿波器了 带通带走是相同的 把这个带通绿波器 用这样一个函数 转换成一个低通绿波器 带走绿波器呢 就用这样一个函数 把它带走的 转换为一个低通绿波器 注意这个转换的时候呢 这个横轴呢 是Omega 对应这里边的S 这个轴呢 是Omega一杠 对应这里边的就是S一杠 这也就是说 低通绿波器的设计非常关键 设计出低通绿波器了 用这些转换关系呢 就可以设计出高通带通和带走绿波器 好 本节内容到此结束 同学们再见